你觉得留学在海外和在国内学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我觉得在系统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教育体制还有教材上来讲 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区别 国内的现在也都相当先进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算是一个心态问题吧 比方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通常都管得很严 到大学一下子就松下来以后 就是会落差很大 然后会有的学生他就不学习了 但是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到街上三点钟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小孩已经在街上逛了 所以说他们到大学 我觉得就没有这样的落差 所以说反而大学更多 对反而就是说可能觉得可以说正常发挥吧 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最大的区别 而且你觉得这个心态更有利于学习 对因为平常心来学习 你出国留学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一开始到这边来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 就是为了逃避一些在国内我不喜欢的状态 因为其实作为高考的话 我算是一个成功者 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个失败者 所以说为了逃避那种失败的挫折感 所以说我觉得到国外重新开始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你现在有什么雄心壮志吗? 现在的话两方面吧 一个是从就是说经济上来讲的话 我希望在30岁之前能赚到15万澳元一年 这是我的最低目标 然后在就是说在事业上来讲的话 我希望可以在那个时候 利用我已经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 能够开始我自己的公司或者事业 你在国内有读三年的大学 是学的什么专业呢? 学的是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然后你出来以后读的是finance 然后是双专业吗? 还是只是finance? 只是finance 当时其实我是想读双专业 但是经济上经济条件不允许 所以我只能 为什么跨度这么大呢? 你从环境工程跨到finance 我觉得跟我性格有关吧 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录取什么专业 相当程度上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但是到了这边的话 我觉得我不想在一直待在实验室里 一个人只接触少数的一些人 我希望我能够接触更多的人 所以我就从事这个 就选择这个专业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 有很多机会接触客户什么的 对 然后你大概工作多久以后 开始有接触客户的工作呢? 第一个中国的项目到这边来的话 大概是我参加工作一两个月以后吧 就从那个时候就主要是跟客户谈项目 而不是在做公司分析 因为我们在采访留学生的时候 很多男孩都对语言问题特别强调 就是我们问他最大的不同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语言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但是我觉得你还做这种跟客户打交道的工作 应该说语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语言是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包括我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语言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一点也没法爱你工作啊成绩什么的 怎么说呢你语言的话就说你表达的时候有两种层次嘛 一种是你利用当地英语标准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个很难 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用我们词汇库里面既有的单词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 能够答意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难的 而且你跟老外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比较随意 你能答意他们也就觉得可以了 但是你在跟客户交流的时候 不是非常完美的英语会使得你更少那种拿到项目的机会吗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他们不会歧视你 对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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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讲英语的男孩子来这边追女孩子一样 他们反而觉得你的你的那种口音中国口音它很有魅力很可以使气氛很轻松 所以说我觉得反而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弱势 你现在还记得刚踏入澳洲的时候有发生些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吗 刚踏入澳洲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平淡 给我的感觉我下飞机就好像从自己的家乡坐着汽车到了另一个小镇 没有什么特别的说到了国外那种 我是江苏苏州无疆人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说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省钱一个是赚钱 所以说我把大部分时间集中在打工上 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 反而很多有趣的事情是在最近才开始发生 因为我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去去生活 而不是去为了生存而赚钱 那有什么有趣的事跟我们讲的件事吗 我相信这些有趣的事大部分在这边中国的留学生都应该有吧 比方说跟朋友一起去掉掉螃蟹啦 去唱唱K啦 吃吃饭啦 或者说是开车出去自驾游 我觉得都很好 在中国的话没有这种条件